当前海军飞行员沃利希拉 走过一间位于莫哈维沙漠的 美国海军军械实验站中 挂着麦克莱恩的特殊4号房间前面时 这位曾经击落过两架米格15 未来还会成为阿波罗计划一部分的 飞行员加宇航员被吓了一大挑 因为他发现在这间房间的玻璃窗之后 有一个冷冰冰的机械眼球正 实实地盯着他 对 不管他如何躲闪 那只如黑洞一般神不见底的眼睛 都会跟着他一起动 这是终结者的眼睛吗 抱歉 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 不会晚于1950年 距离第一部终结者的上映 还有35年的时间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它就是如今已经详测全球的 世界上手枚热熏地空空导弹 响尾蛇的红外导影头 沃利桑尾之所以被盯上 全赖他当时手里夹着的香烟 其实你很难想象 这个东西它居然是一个 早于世界上第一台商用计算机 Eco Leveco 1号 就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人工智能的玩意儿了 它可以自动搜索和追寻热源 并巧妙地控制自己的身体 一路准确地飞向这个目标 还跟个机器人有啥区别吗 最关键的是 它从体积到重量都只是那台 一年以后才会推出的大型计算机的1%而已 但是在当时它却相当的不受待见 整个美军高层没有一个人认为这玩意儿有前途 要不是因为它的设计者迈克莱恩多年的坚持 他们估计肠子都会毁清的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款传奇武器诞生的背后 有着怎样取责的故事 顺便再聊聊 没有计算机帮助的它 凭什么能够把自己准确地带到目标面前呢 二战结束时 雷达的出现终于改变了空战的模式 大家都看到那种结束以往非要连贴着脸 喷出大量炮弹后才能让对方闭嘴的 危险又低效的战斗形式的希望 因为雷达让火箭掌上眼睛升级成为 可以制导的空对空导弹成为了可能 到了1947年 英国和美国都各自以惊人的速度 研发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雷达制导武器 比如英国的萤火虫和美国的AMA1火鸟 但是这些早期的雷达制导空对空导弹 却极其的复杂 这就意味着制造它们不仅困难重重 还花费高昂 你要说这不就应该是正常的吗 作为一个新生物种 它就该复杂 它就该花钱 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并且还坚定地相信 这条路线才是正确的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比喻 手里面拉着锤子 看哪儿就都是钉子了 但是有那么一个人 却是难得的人间清醒 他就想 难道空对空制导武器 就不能用别的方式来引导吗 他就是刚刚才在 当时的美国海军军械实验站 现在的海军武器中心 工作了大约一年的物理学家 威廉·麦克莱恩 可奇怪的是 麦克莱恩 他根本就不是武器设计专家 而是个核物理专家 他为什么会有如此 离经叛道的想法呢 很简单 这其实也跟他的工作有关嘛 因为他当时正在海军军械实验站 带领一支团队 设计一种对红外辐射 也就是热辐射敏感的 流化前进炸引戏 在看到军方将导弹合同交给了 那些异常复杂的雷达制导导弹之后 他不仅反思 如果我都能设计出一个 在感应到红外辐射时 就能够自己引爆的隐性了 那怎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思路 来设计出一个 通过感应红外辐射 调整航向的制导系统呢 那么通过这个制导系统 来引导的导弹 一定是要比雷达制导导弹 要简单的多嘛 对的 因为麦克莱恩的设计哲学就是 构建复杂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而真正难的是 如何构建一个简单的东西 比如把整套制导系统 简化到能够轻松地 塞进一个标准的五英寸 空对地火箭弹的身体里面 可想而知 一个看起来是外行的人 提出了一个完全颠覆性的 空对空导弹的宏伟思路 会有人愿意听他的吗 当然不会了 海军高层完全就没有理会 这家伙提出来的疯狂想法 所以麦克莱恩一开始 所有花在响尾舌上的努力 都是在用爱发电 当然他的信念也说服了下属 这群异类就开始在 自己的办公空间里面 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用于研发这款 可以追着热跑的导弹上面了 这在其他同行的眼中 纯属就是浪费资源 于是这才有了我们一开始说的 麦克莱恩的特殊嗜好 这一绰号 他就是同行起来挖股 麦克莱恩和他的小团队的 可是这帮人执着的很 完全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用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终于把这枚带着 红外制导的空对空导弹端出来了 尽管一开始他长得还比较粗糙 但是当海军上将威廉帕森斯第一眼 见到这个场景有三米 出井有12.7厘米 重井有73公斤不到萤火虫 一半不到火鸟三分之一的导弹时 他就立刻意识到 这将是一枚潜力不容小觑的武器了 我们再补充一点更重要的 这款导弹全身上下只有24个活动部件 真正实现了麦克莱恩想要的简单 也带来了性能可靠 成本低廉的优点了 后面的故事咱们就不用再展开了 响尾舍一路飞行到现在 还是很多战机上重要的标配武器 尽管已经升级换代数次了 但源自1950年代的设计理念始终贯穿其中 所以剩下的时间 咱们就来仔细地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神一般的设计 才给了响尾舍这样的江湖地位 重点的事情 重点说 其红外导引头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先来看构造 在响尾舍头部半球形的玻璃罩子下 有大概这么几样东西 一个是装在万象节上 以大约每分钟4200转速度快速自旋的 跟勇磁体整合在一起的反射镜系统 它构成了一个陀螺装置 当没有外力输入时 它将一直保持原来的方向不做改变 任凭你导弹本身怎么转动 二是唯一反射镜后方 以硫化铅光明电阻为核心的红外信号检测头 它会接收反射镜来的红外信号 并检测导引头与目标的方向误查 然后再通过第三个重要装置 静动磁线圈 来给反射镜施加一个力举 让它能够始终保持指向目标 与此同时 同样一个信号 它当然会是在被放大之后 去控制导弹的垛面 让导弹本身和导引头里面的反射镜一起 始终都指向目标的方向 诶 好 你可能会问了 导引头与目标之间的方向误差 是怎么被识别出来的呢 重点就是位于这个地方的一片 圆形遮光板了 它长这副模样 一半由完全透光和完全不透光的 放射状条纹交错组成 各自都有六条 另一半则完全没有图案 只覆盖着一个透光率50%的图层而已 诶 为什么是这个造型呢 因为它为后面的检测头 提供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背景意志和方向信息 这个遮光板会随着反光镜一起高速旋转 让到达检测头的红外信号变得不再连续 从而形成各具特征的电磁脉冲 虽然空中几乎所有的背景都会辐射出红外信号 但是经过这种浮条打断后所形成的脉冲 像是云什么大块的背景所辐射出来的 和飞机这样的 明显是点状的辐射所形成的脉冲是明显不同的 所以能够很容易的被过滤掉 这就是浮条造型主要起的背景意志的功能了 那一半如此一半黑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准确的找到红外点目标 在圆盘上的角度嘛 虽然每当透光的那半旋转过红外目标的时候 都会产生一个脉冲 但是脉冲的开始时间 却取决于目标所在的角位置 于是随着目标角位置的不同呢 这个产生的脉冲的相位就会变得不同 我们再根据这个相位去倒推 不就能知道目标的角度信息了吗 而与此同时啊 由于相比起边缘 当光斑落在遮光板中央时被挡掉的最多 所以在这里脉冲的阵幅呢 自然就是最小的 那么通过这个深层脉冲的相位和阵幅 我们就能够巧妙的得出红外目标相对于遮光板中心 也就是导弹飞行轴线的X坐标和Y坐标了 误差已经被识别的出来 那么就回到上面的步骤当中将它归零呗 哎呀希望你已经能够感受的出来啊 我是在多么用力的想要给你讲明白它的工作原理了 但是依然非常非常难啊 所以可见啊 当初那些想出这一设计的脑袋 对我多么的聪明啊 顺便加一嘴啊 其实这玩意最早发明的还是德国人 最后为了不影响红外导影头的精度呢 麦克兰恩还要控制小尾色不要发生滚转才行 于是另一样很有趣的发明也出现了 位于弹尾意面上的陀罗多了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可以回头再去看看 那么今天关于小尾色的内容 就差不多讲到这儿了 他带给我们一个启发啊 逆袭的人生往往比一帆风顺 要过得更加精彩哦